夏天是溺水事故发生率最高的季节 为了加强学童正确的水域活动安全观念 红十字会南投县知会草屯救难服务队 特别举办推广水域安全尝试 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宣导活动分为四个梯次 让水域安全的观念从小扎根 教练细心讲解夏日吸水救溺五步骤 教练生抛滑 及水中之旧知识 包括水母飘、韵律呼吸等等 希望借由宣导活动 提升渔会大小朋友水域安全观念 红十字会南投县知会草屯救难队长罗长才表示 水上看到媒体报道小朋友 因为汽水而发生不幸汗事 一次救难队在空闲之余 办理水域安全推广 看到那个常常电视在看到 那个小朋友的溺币 还是家长下去救人的话 就联系历弊好几个 我们就想说我们那个救災队 就是在有空闲的时候 顺便推广这个水域安全 这是水上救災 我们人不用下去水里在救人 这是水上安全的一部分 我们是平常都是在训练救生员 如果有空前就推广 顺便推广这个水上救生 另外教练简兆玉也表示 利用玉教育了潜行易懂方式 让参与学员能够学到许多使用技能 借此除了能够将防律观念向下扎根 达到保护自己 也可以帮助他人的目的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宣导水域的安全观念 因为天气变化非常大 夏天非常的炎热 学生及民众下水玩水海边 细水潭边玩水烤肉也非常的 接触非常的频繁 那我们主要就是让我们的民众 有水域安全的概念 让他在玩水之余 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他人的安全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贸然的下水 不要说看到有人溺水 我们有游泳的能力 或是游泳很好 就贸然下去 因为在水里面变化无常 很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外伤 然后再加上如果山间突然间下大雨 有顺时间的洪水泥流 去西边玩水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天气的预报 延期时间家长也可以陪同参与 家长就表示参加水域安全宣导活动 除了可以增进水域城市 并可培养亲子感情 万一遇到类似世界能够有好的应变措施 对自己或是他人都是很好的保障 就每一次水上救生 只要有伴我都会带小朋友 就是过来参加 对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活动很好 因为它让小朋友就是有 就是水上救生的观念 就基本上就是让小朋友知道说 当有小朋友溺水 有朋友溺水的时候 就是不是跳下去救他 而是就是身边有一些就是物品 比如说水桶啊 比如宝特品啊那些东西 就试着去救其他小朋友 而不是自己跳下去救 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要让小朋友 一而再再而三去复习他 这样子才不会再发生 就是每次新闻在播的那些汗事 吸水安全说来简单 但确实做到却不容易 希望借由参与活动 让学生们自行思考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实际操作方法 让水域安全的观念从小扎根 记者陈云志找到正在访报道